中国在贵州的天眼在发现了200多颗的脉冲星之后 他们说9月份已经正式启动了寻找外星人的计划 而且是完全不顾霍金的警告 他们要发展第三类的接触 甚至说他们其实已经发现了30亿光年外的神秘讯号 而这样的举动有没有可能会替地球带来末日浩劫呢 另外要看到的是真实版的日本美少女战士 他叫做崇信房子 被日本称为是最传奇的人物之一 而他也是中东恐怖组织当中 难得一见的亚洲人面孔 长相非常清纯的他 你绝对没有想到他竟然是百人展的恐攻魔女 到底怎么一回事今天都会来告诉你 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 文史工作者刘灿柔 星童好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丁学伟 各位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康宁俊 大家好 网络观察家朱学恒 各位大家好 好 刚刚其实也提到了英国的物理学家霍金 他坚信外星人是真实存在 甚至于他多次的警告人类说千千万万 不要去招惹外星人 但是中国就是不听他的一个警告 大肆发展了天眼计划 还说已经捕捉到了外星人的神秘讯号了 要问一下学恒呢 这样的讯号真的有可能是外星人给的回应吗 我们先来讲 这个计划的确非常非常有野心 它叫中国天眼 你看它的口径就是我们说的这一个 无线电望远镜是500公尺 高度1134公尺 你知道盖这种设电型的外远镜 要在讯号少 没有干扰穷乡屁的 所以你等于是光是要把设备运到那边 建造难度非常高 而且它的唯一工作 就是搜寻外太空讯号源 而且还要运用演算法 把里面过滤出来 新东你知道外太空有各种各样的讯号源 黑洞也会有讯号源 白海星也会有讯号源 甚至红巨星也会有 可是你要怎么确定 这个东西有可能是外星文明 中国政府愿意花10亿人民币 目的绝对不会说我只是看看天空 高兴一下 而是他们目的就是希望先做到一件事情 我先发现了 这个文明很有可能先来找我 那为什么我们刚刚讲 霍金一直警告大家说 不要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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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有看过三体 也就是中国大陆最流行的一本科幻小说 它里面有提到 宇宙就像是一个黑暗的森林一样 如果有一个笨蛋在里面大吼大叫 大吼大叫 那你怎么确定发现你的人 是怀好意的 如果他不怀好意 如果你优先曝露了自己的身形 就算他的科技比你落后 他有可能当场把你射杀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中国的这个天眼计划非常有野心 可是你永远不知道来的 会是什么样的人 霍金的意思就是 除非地球人有把握 你比这些人科技要高 否则你贸然做这样的动作 本身非常危险 危险在哪 你知道他刚 我们刚刚讲 发现224颗脉冲星 脉冲星都会固定发射出讯号 还有一个是30亿光年外的 神秘射电讯号 这个什么叫神秘射电讯号 就是我们刚刚讲 他经过演算法过滤出来之后 发现他发射的频率 是接近有智慧的 可能有生物的 可能的 可是有一个问题 30亿光年的意思是 以它的讯号 就是它电磁波走 是走了30亿年 那我们这样讲 30亿年前 它这个光源 这个讯号源 从那边到这边 走了30亿年之后 30亿年前 它的文明就可以发射出 无线电波 那31年前 人类都还没有诞生 我们的地球上 30年前连比较高阶的生物形态 都没有的时候 请问它的文明 是不是远高过地球 那如果是的话 你贸然的想要透过 发现它们的行踪 然后去探索出文明来 这个对地球来讲 非常危险 它们对我们来讲 如果真是生命 那简直是神一般的存在 而且我们要讲的是 对人类来讲 31光年没有办法克服 因为每一个光年的距离 大概是一台喷射机 就每小时 885公里的时速 它要飞一个光年 要走120万年 所以在这么远的距离 假设我们以为 自己看得到对方 但对方已经演化了31年 那是不是对它来讲 这个距离 已经轻易可以克服的时候 地球上的人类 在面对这个挑战的时候 我们几乎毫无抵抗的能力 所以我们要讲 中方的确很有野心 他觉得我先发现 以后first contact 一定会找我 那我就会变成地球的代表 可是你怎么知道 当你在面对这种 文明超高的外星人的时候 你会被当作 被殖民的对象 奴隶 甚至是毫不起眼的生物形态 会不会被消灭 这个才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好 我们大家都看过 很多外星人电影 但你真的相信外星人的存在吗 因为其实有很多跟外星人 第三类接触的一个案件 近来是不断的传出来 除了霍金刚刚提到了警告之外 其实连英国的歌手 罗比威廉斯他都说 他不否认自己被外星人绑架过 但要问一下徐伟哥了 这外星人到底来绑架地球人干嘛 其实这个外星人绑架地球人 是在做很多一连串的实验 那为什么最近又被人家 把这个议题有没有炒热起来 就是因为上个礼拜 英国有一个小报叫做每日星报 他就是有一个57岁的男子 叫做凯利特有没有 他在跟这个报纸讲说 他1999年 1999年 这么久以前 20几年前的事情 现在又拿出来讲 他说问题是说 他讲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还提到就是罗比威廉斯 Robin威廉斯 对不对 那为什么 因为罗比威廉斯在英国很红 他是英国得过最多奖的 那个男歌手 而且他以前那个街招合唱团 他也是团员之一 而且他创下一个 2006年创下一个记录 就是在全球巡回公演的时候 他一天卖出的票是160万张 那列入金是世界纪录 好啦 那不管 他为什么会扯到这个Robin威廉斯 就是这个凯莉特 他就跟那个每日星报讲 他那个时候有一天 就骑着那个电单车 就骑着骑着在路上 突然间进入一个隧道之后 看到一道光 他人就傻了 就什么都忘记了 都不知道 等到他醒来的时候 他是坐在一个 好像医疗手术室里面 而且他开始嘴巴张开 被管子就开始输中一些液体 或干什么 他好像在灌食 我们一般在灌食或干什么 直接灌进去这样 他脑后面他不能动 因为他脖子这边 好像被一个东西卡住 而且他感觉他好像在注射 什么东西在里面 好了 那就知道说 原来他是在做人体试验 因为他都看不到人 就被钉在那边 就只有他一个在那边 对 可是结束之后他又昏倒了 又醒来之后 他已经身处在 另外一个空间里面 而且那个空间里面 旁边站满很多高个子 那个人一看就不是人类 可是他是生物会动 可是身高都三公尺以上 你知道吗 他们就开始发配武器 穿着制服 叫你在那边排队这样 他那时候就走顾右盼 很恐怖 怎么在那里面的地方 那是梦境吗 就开始拍自己 不对 也没有在做梦 后来他往后一看 就看到说 后面这个人好眼熟 他就想了好久 这个人就是Robin Willings 真的 他一起被抓来这边 可是后来干了什么事情 他也不知道 可是他醒来的时候 他就躺在当初忘记的 失去记忆的那个隧道里面 而且电单车就到旁边 所以他突然间想到这件事情之后 他就赶快跟每日星报讲 每日星报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当然要赶快问当事人 对啊 反正他都看到他了 对啊 你是不是叫外星人抓过 绑架过 对 有人讲说他在被绑架的过程之后 看到你跟他站在一起 他怎么回答 Robin Willings说我没有意见 他也不拒绝回答 可是大家就搜寻说 奇怪 他以前外星人的 有一些连结到底是什么 后来才发现说他曾经跟媒体讲过 他在2018年的时候 他曾经有外星人跑到他美国 亚利桑那州的一个录音室里面 去拜访过他 他自己这样子 对 他自己讲的 后来他还讲说 其实更早之前 他也曾经看过飞碟 而且飞碟跟他的距离近到 他拿一个网球拍 把他网球这样一打 就可以打到那台飞碟这样 是喔 好了 那其实说 1950年代很多的 之后就很多 更早的时候这个案例是发生在1874年 那很久前 这么久前就有外星人来 对 那个2010年 突然在美国爱达河州的一个公路上面 那个警察在巡逻的时候 就看到一个女的 站在那儿慌慌张张 也不知道他干什么 对不对 那个明显那个穿的衣服就 那是个村姑站在那儿 因为那个 现在人没有人穿那种衣服 警方就跑过去就问他 他什么都忘记了 后来慢慢人家觉得说 是不是有精神病或怎么样 就找医生去给他治疗或怎样 慢慢慢慢给他治疗康复 研究之后发现说 他慢慢讲出来 回忆起很多事情 他说他以前 1874年那个时候 他是一个中学老师 有一天为什么 就是有一个几个小矮人 各自小小的 就跑来他家里面 就请他出门去看东西 他那时候很惊吓 一看之后就发现说 天空有一个圆的 圆状体 他就被不明的力量吸上去 一吸进去之后 他就开始 醒来之后 又在另外一个空间里面 而且那个空间里面 当然就是做医学研究 跟之前那个 跟一样 凯利特一样 做医学研究 或检查或干什么 好不管 接下来他又恶度昏迷 又醒来的时候 他竟然处在一个 完全跟地球 完全不一样的那个星球上面 他告诉你说 那全部都是雾气 而且那呼吸的时候 就有那金属加热过的 那种气味在里面 你知道吗 他在那个地方干什么 他说长时间 就天天给你吃营养品 给你补充营养干什么 让你身体很健康 就灌出 他不是像我们吃食物 是用灌的这样 灌完之后 那个一两个月的时间之后 他接下来就是这样 一连串的医学实验 抽你的血 抽你的干什么 给你麻醉干嘛 照什么 插音波 S光这样 就在你的身体做研究 那表示他是在做人体试验 那可是这样长时间下来之后 你知道他在那个星球待多久 据他的说法 你看1874年不见 到2010年才出现 100多年 136年 那更夸张的时候 后来警方觉得说 你这个笑的 你亲切公共的 有可能幻想 对啊 去查看看 果然1874年到艾德河州 这个地方 竟然找到一个老师名字 跟他一模一样 对不对 他那个时候叫他 安卡塔利娜 确实有这个人 而且真的是在中学里面当老师 而且他穿的那一身衣服 果然是19年 那个1870年代 那个年代的衣服 而且那个衣服是越来越新 没有一整旧衣服的感觉 那么他们就傻了 那到底是怎么样 好 那最夸张的一点是怎样 他们在做研究之后 慢慢这个情况浮现之后 他发现这个鞍 这个头上有没有 被鞍了一个金属片 镶进去的啊 对 就卡在这个金属片 他想说金属片把它扣起来 对不对 他可以做研究 那到底是什么 那外星人帮他弄的 后来他们就发现说 这个金属片怎么想办法 要把它弄下来都弄不下来 而且我用刮的可以吧 刮一点东西下来 刮也刮不下来 什么东西都弄不到 为什么他们用X光 那个超音波一照之后 发现这块金属 额头的金属片有没有 已经长进去这个颅骨里面穿透 而且跟他的脑干细胞什么东西 竟然好像长脚一样 全部都黏在一起 所以你这个把它拔下来 这个可能生命就不见了 所以这个金属片就只能放在那边 可是你根本没有办法知道 那个金属片到底是在做什么用的 好 刚刚提到的就是外星人 绑架了一个美国的正妹 但接下来这个日本美少女 也是非常的厉害 她叫重庆房子 她在1970年代被称为 是日本最传奇的人物 而且她在恐怖组织当中 也是赫赫有名的 到底这个恐攻魔女有多可怕 事实上你刚刚在画面上面 所看到那个照片 你真的很难想象 她的这个清纯的脸庞 跟你刚刚所讲的那个形容词 画上等号你知道吗 可是事实上重庆房子这个名字 在美国国务院的记录里面 曾经把它列为极端危险的人物 而且他所创建的叫做 日本赤菌的这个组织 还是被美国国务院认证叫做 国际恐怖组织之一 事实上你可以看到 重庆房子他自己本身 事实上他1945年次 到目前为止大概是 75岁左右 你知道他在学生时期的时候 他其实就很喜欢去参加一些 所谓的学生运动或什么 那你也知道 其实在那个学生的时候 很多人都有很多的满腔的热血 或是什么的 所以那时候去参加一些 这个尊举 这个所谓维权的这个活动里面 那时候基本上都是比较和平的方式 可是他有一个好爸爸 我说有一个好爸爸意思说 他非常崇拜他的爸爸 可是他爸爸参加的组织不是很好 他爸爸当时参加了一个叫做 血盟团的这个组织 他们当时在这个血盟团里面 他们其实都用暗杀的方式 去暗杀那所谓的政界大佬 财经人士或什么的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我暗杀你完了之后 我们可以重组出一个新世界 跟一个新秩序 所以当时这个崇信房子的父亲 崇信莫夫 有一次就跟崇信房子就讲说 我告诉你 你去追求这个所谓的学生运动 和平抗争 没有意义 为什么 你只有要用流血革命的方式 才能够重新塑造出 你们想要的东西 所以我们如果去研究说 日本在1970年代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名词 左右当时的世界叫做赤军 事实上赤军就是所谓的 共党组织在日本里面 发展活动里面的一个统称 而那个时候 其实在日本里面 它其实有分不同的 这个所谓的赤军的组织 比如说它有联合赤军的部分 还有一个叫做赤军派的这个部分 那至于崇信房子 它就是所谓日本赤军的 这一个体系的创始人 他是创始人 他其实是创始人 而且他创立的时候 其实他不是在日本境内创立的 为什么 因为他学生时候 他去参加这些抗争 对不对 但他后来嫁给他的这个先生之后 叫做钢本奥夫的时候 他就跑到了这个所谓的中东去 因为在中东那个时候 其实是很战乱的时候你知道吗 那你想想看战乱里面 你要枪有枪 要革命要革命 而且你周边的人 都是长这个样子 大家想法都一样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以前的这个梦想 在这里可以实现 所以他就成立了一个日本赤军的 这样一个组织你知道 那个时候他的想法就很简单 他的目标是要推翻日本政府 而且要对全世界发动恐怖攻击 可是我刚刚讲 他是不是受他父亲的影响很深吗 血盟团在当时设立的时候 被认为是极右派的组织 但是他所成立这个日本赤军 是极左派的组织 跟他老爸是对立 对立 其实他们左派跟右派 在这个所谓的思想上面 其实是对立的 但他们的行动都一样 为什么 他们都用非常极端的方式 想尽办法去达成他们的这个目的 所以日本赤军这个组织 一成立完了之后 你说他要成立 这个要推翻日本政府或什么 可是他所采取的动作 其实就是很简单恐怖攻击 所以你在网路上面 去找到一些资料之后 你会发现到他们其实有 譬如说1972年的时候 去劫持了两架日本的这个班机 然后77年的时候 劫持了巴黎 飞往东京的班机 事实上都造成了一些的死伤 其实以这个所谓的重庆房子来说 他自己的先生 我刚刚不是讲他先生 跟他结婚完之后 两个就在中东那个地方成立 事实上中东曾经发生一个 特拉维夫的一个国际机场 遭到恐怖攻击的这个事件 他的先生在这里面 事实上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什么角色 因为他们进去完了之后 其实是拿着枪直接就扫射 结果这当中有一个人 拿着手榴弹自爆 你说他自己变成人肉炸弹那样 而那个人就是他的先生 所以那个时候大家会觉得说 你今天做这些事情 你们这个恐怖组织 其实讲到你不是伤害人 你连自己的命都不要 你大家觉得 这不是跟我们现在讲的 什么那种恐怖 那种自杀攻击是一样的 所以也因为这个样子 重庆房子 他们这个日本赤军的组织 居然在中东那边地位大幅提升 你不是只杀人 你是有殉道 就他们的讲法叫殉道 他为了他的理想 连自己的生命都不要了 所以你知道在中东那个地方 这个重庆房子 他们这个组织是已经备受尊崇 备受尊崇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 甚至那时候其实像这个海山 伊拉克那时候海山 不是到处抓很多国家人 当人质的时候 其实也抓了一些所谓的日本人 对你知道各国都在进行营救 营救组织有些是台面上的 有些是台面上不行走 因为你知道有些民主国家讲说 我们绝对不跟什么恐怖组织谈判 如果谈判的话以后完蛋了 大家通通都要谈判都要钱 那时候日本政府据说 他们其实已经走投无路的状态之下 居然透过关系找到重庆房子 真的啊 你要想想看 重庆房子在那个时候 其实是被人家认为是一个恐怖组织的头 对但要赢就要靠他 结果日本政府据说找他说 你跟中东关系良好 你要不要稍微去瞧一下 帮我们沟通沟通 据说他这样子因此而圆满的达成任务 事实上在他的整个的所谓恐攻行动里面 我们刚刚提到说特拉维夫的这个机场 是不是也发生那个恐怖的伤亡这个事件 一百多人因此而死伤 事实上他们另外还有劫持了一架班机 而且那个班机 他那时候劫持他 就是说从这个起飞完了之后 是说要把他劫持到什么 什么马尼拉或什么 但后来其实没有 后来在被发现到的时候 他已经整个坠毁 机上93名乘客跟7名的机组员 全部死亡 那也被认定是日本赤军所做的这个行动 所以为什么美国国务员会把它列为一个 叫做极端恐怖的一个组织 而且把它认证就是说 这个大家通通都要抓 但问题是重新防止 那个时候因为他都躲在中东 而且大家对他那个保护都很好 你根本也搞不清楚 他到底是怎么样你知道 但是我跟你讲 事情其实慢慢的都会有些转换 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了说 这个赤军的组织 不是我们讲到说有日本赤军的这个组织 然后有赤军派跟所谓的联合赤军 后来在70年80年之后 他们开始他们这个共产党的组织 他们有所谓的叫做 叫做自律跟自倾 自我反省的行动 意思是什么你知道 他们那个行动我讲 你用现在眼光来看 会觉得怪怪的你知道吗 但是他们认为说 我们透过相互的批斗 我们两个都是同样组织里面的人 但是我们透过相互的打击 互相的毁灭互相的伤害 我们可以锻炼出最纯正的共产主义分子 这不是内斗吗 对 你用现在的讲法叫内斗 当然不是他们叫做自倾自律 他们叫做自我抵律你知道 但问题是这种状况非常糟糕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你刚用到的内斗 那表示什么 我们会强劲办法互相去伤害对方 就导致了这个所谓的 我们刚刚讲到说 赤军派跟所谓的联合赤军 在日本他的势力 逐渐的就被瓦解掉 因为大家都到最后 你知道甚至有像联合赤军 逗到最后剩五个人 你五个人要剩什么 就是你组织剩五个人 就算你是最精英的战士 我觉得他又大局为不理 所以他们后来在一些的 这个所谓策划的一些行动里面 其实都失败之后就陆续的被破获 只剩下日本赤军这个组织 因为他其实都在海外里面行动 可是我们就讲 很多人都想要抓到他 只是没有人抓得到他 这个所谓的重庆房子 因为他都不回来 他也不回日本 结果没有想到在2000年的时候 日本居然发布说我们抓到他了 真的 因为重庆房子那时候 回到了这个所谓的日本去 回到了日本去 其实讲实话 你有的其实都只有资料照片 你看画面上面所看到 很多人讲说 你看他年轻的时候很漂亮 他现在正被抓的时候 你真的 如果没有特别跟你讲 过去的丰公委 讲丰公委也不太对 这残忍事迹 你真的不会觉得 有人说他看起来很像贵妇 而且看起来还蛮和蔼的 对 怎么可能会犯下 那么多的这个状况 其实不是你知道吗 当时日本政府已经掌握说 他要回来 可是你没有办法辨别说 这个人的真实身份 可是你知道后来怎么确定 他就是重庆房子吗 怎么确定 有人抽烟正常就这样抽 有些人这样抽 对不对 但问题是他不是 他是这样拿 就是这个姿势 这个姿势被日本的情事单位 给掌握完了之后 他们就找这个 知道说他大概出没了地点 一发现有一个女性 她在抽烟的时候 拿着这个姿势很齐刻 我跟你讲 直接抓 这一抓里面就因此 就暴露了他身份 就把他身份暴露了 所以这一抓的时候 事实上你看他2000年的时候 返回日本被逮捕 当时是55岁 事实上这几天 有些人在提到说 因为重庆房子他在日本的监狱里面 服刑良好 他有可能会在这个2022年的时候 假释出雨 所以是因为这个事件 又让大家勾起当时的回忆 听从想要邀请您一起加入 YouTube会员 每个月只要两到三杯 手摇引的价格 你就可以成为我们频道的 专属会员 拥有专属与你的徽章 同时你还可以观赏到 我们为你做的独家影片 欢迎一起来加入 支持我们为大家创造更好的影片